国内很多同学都喜欢做各种排名 美国也不例外 他们这次做了一个30年后的大国排名 只不过在这份榜单中 美国却不是第一名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30年后的五大强国 日本 根据美国的预测 在30年后 日本的实力或许在世界第五名 我们无法据说这是上升还是下降 因为综合国力排名很难有一个权威的数据 如果说经济 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说人口 日本也有一亿多人 居世界前列 说领土 日本虽然不及我国 但相比欧洲各国也是一个大国 说科技 日本的科技实力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机器人和新能源等领域 以老K的看法 日本在30年后 经济虽然不至于进前二 但也就是坐四望三的存在 目前日本最大的缺点就是军事力量被束缚 政治也因军事不济而缺少话语权 在未来的30年里 日本必然会将军事作为一大努力方向 但这势必会影响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警惕 毕竟日本可是一个有暗底的国家 印度 美国预测的第四位是印度 印度位于亚欧大陆的南部 有南亚霸主之称 其背靠喜马拉雅山脉 面向印度洋 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印度拥有13亿人口的超级市场 加上其没有节制的声誉 未来成为人口第一大国 只日可待 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第六位 面积为世界第七 军事实力局世界第五 综合来看 印度在未来30年里 的确有成为大国的潜力 不过如今的印度 还面临太多的问题 首先 印度巨量的人口 却没有相应的就业机会 当年 我国通过义务教育 培养了一批实用型的工人 通过发展工业制造业 创造了上亿的工作机会 而印度的工作实力 弱得可怜 也没有足够素质的人口 来发展制造业 虽然我国因为人力成本上升 制造业正在转移 但也是转移到东南亚地区 未来可能转移到 人力成本更低的非洲 印度很难搭上 这一般的顺风车 俄罗斯 俄罗斯被美国排在第三 作为美国的老对手 俄罗斯在军事实力上 有和美国叫板的实力 而且作为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 他们拥有极其丰富的资源 最广阔的战略纵深 虽然俄罗斯的经济是一大问题 但俄罗斯的教育始终位居世界潜力 如今的俄罗斯一直遭受美国的制裁 但综合实力依然稳居前三 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裁 相信俄罗斯的发展会更加迅速 所以说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能小瞧北方的这位领居 美国 美国把自己排在第二位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心理 但老K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的 虽然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 经济 军事都是世界独一党 但这不代表美国会永远强大 就像我们不会想到 一场疫情就让美国陷入了瘫痪一样 老K认为 美国的强大在于他做到的垄断 科技的垄断 货币的垄断 以及军事上的垄断 但随着世界的发展 美国的垄断地位将会逐渐下降 最终走向消亡 30年的时间不算久 但也足够用了 中国 美国把我们排在第一位 可能是用心险恶 可能是在捧杀我们 我们需要提防美国的险恶用心 但同时也要有足够的信心 在经济方面 这些各国都预测 我们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很多人不相信 就像2006年 人们不相信 2020年我们会超过日本一样 当时日本的GDP是我们的两倍 但在2020年 我们已经是日本的三倍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自菲薄 2030年 我们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目前世界经济中心 存量中心在北美 增量中心在东亚 这说明 我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明朗的 而且为了打破美国的海上霸权 我们的RCEP加一带一路 再加上欧洲签订的自贸协定 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将美国边缘化的 横跨亚欧非的超级世界党 作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 我们的工业产值是美国和日本之河 我们巨大的制造能力和人口市场 足以成为这座世界岛的发动机 一旦我们做成了这件大事 美国将彻底被孤立于世界之外 得海权 得天下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其实天下大事都是盛极而衰 分分合合 周而复始 美国已经走到他们强盛的顶峰 未来30年里 谁会成为最强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